Hello,各位线上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新军网络的架构师梁敏图 我今天向大家主要分享的一个案例是 我们在一个电信行业的客户那里 把他们的核心系统从二口11G迁移到19C的一个 迁移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案例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军网络的手机架构师 在自毕业以来我就从事运维这个行业 从事DBA数据库运维有十多二十年了 那我主要是比较擅长于一个数据库架构的设计 运维的管理,运维体系的一些规划 以及对于一些数据治理,数据资产管理 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 那我本人是二口ACD以及OCM 还有就是TOKF认证的架构师等等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数据库 从二口11G到19C的一个迁移 它们的核心系统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背景 那这些背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迁移方案的一个选择 以及实施的一些过程 那我们的客户为什么会选择升级和迁移它们的数据库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二口的版本本身在持续的迭代 到了明年或者后年那11G R2这种版本已经退出它们的生命周期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们的客户其实是蛮担心说他们的数据库没有得到原厂的支持 他们一旦这个数据库出现了一些bug 或出现了一些补丁上的一个问题 那二口没法提供相应的一些补丁或者服务的一些支持 这是他们非常忌讳的一个点 所以他们会将这些老旧的数据库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以避免说他们的数据库得不到有效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支持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种云系统的云化 包括其实二口本身也在推进说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库的云化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二口其实提供了很多包括私有云公有云的这种方式去提供这种云方面的一些管理的方案 那在我们客户本身其实我们的客户在爱死然后怕死层也有这种云化的这种做法 或者这种规划那这一个其实就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数据库的升级才能做到这种云化的这种系统 OK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案例的一些客户 他是一个省级运营商的一个客户 那从左边这幅表格里面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的B域O域和M域里面 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使用的情况 当然出了一些客户隐私的考虑 我将一些具体的数字给抹掉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百分比 那可以看出其实这个客户其实是一个重度的Oracle使用的客户 那Oracle数据库的整个占比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老旧版本的数据库居多 11G 10G甚至于9I的数据库都会有很多数据库已经接近 或者甚至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整个服务的连线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特点是说他们的整个应用系统的负载会非常的大 整个硬件已经scale up到头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垂直扩展已经到头了 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点是说他们客户 客户集团那里的整个的集团里面硬件采购 他们已经停止采购原来的IBM的小型机 未来都是一堆的X86或者ARM的这种服务器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急需将这些原来在IBM小机上运行的这种 Oracle的数据库迁移到这种X86平台 还有这种新的版本的数据库上面 所以整个他们的整个数据库升级迁移 他们主要的一个驱动力来源于一下子几个方面 那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整个官方的支持 包括他们的这个对于他们数据库来说 最重要的他们补丁的修复能力 bug的修复的能力 他们不希望说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库失去了官方的支持 那对于他们来说就变成一个无效的资产 他们没有用了 OK 那第二个是对于这种新特性的这种应用 包括这种性能 包括他们很多新的这种功能上的一些要求 例如说他们的自动化的索引 可能还有一些potable potable db的这种能力 那这些其实是他们在未来可以运用到的一些能力 他们更希望说是通过升级能够获取到这些功能上的一些新特性等等 那第三个是整个技术架构的一个变更 他们原来很多都是基于这种IBM的这种小机的 然后前面可能也陆续提到了 但是未来可能都是一堆X86的小机 或者ARM的一些小机 这个技术站他们更倾向于往云化这种技术的 技术方向去做进一步的演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必然要升级到Oracle 19c 才能提供这种技术的一些支持 这是他们升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驱动力 那这个系统其实是他们整个电信运营上里面 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他们的CIMBOSS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承载着整个这个省份 一亿多用户的这种业务的这种受理 以及他们的手机的一个计费 计费的一个过程 实时计费的一个过程 那在整个系统而言 他们已经将这些整个一亿多的用户 按照他们的整个区域 划分为六大的区域中心 那第一期做这个升级迁移 他们第一期拿出了其中一个区域 汕头这个区域来做这个第一期的试点 那整个整个汕头的包括了八个地市的数据 八个这个省的地市的数据 那这次这八个地市的数据是按照三个三期 每一期两到三个地市的方式去做这种数据库的迁移 那从前后的整个数据库的架构可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那前升级钱是一个IBM的典型的这种IoE的这种架构 IBM的小型机880的小型机 以及他们IBM的存储 加上我们的这个Oracle的数据库是一个双节点 十一点二点四的一个数据库 里面承载了八个八个地市的用户 在这个八个地市用户下面是我们整个的两大的这种TT的集群 包括分别是他们的余额管理以及账单管理两个TT的集群 这两个TT的集群通过Cache Group同步了这些八个地市里面 很多的这种客户的数据 这些客户的数据通过Cache Group来进行这种数据的这种同步 那我们迁移的目标是一个华为的一个国产的一体机 那X86平台下的一个一体机 是一个六节点的REC19C的一个数据库 那数据库在机器到了之前 我们已经把它安装部署完毕了 那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迁移过去 那我们在整个工程里面 那上次你刚才已经提到我们整个八个地市是分三次 分别把它迁移到这个一体机下面的 所以在第一次的工作里面迁移工作里面 我们是拿出了结阳散美这两个地市去做第一次的迁移 那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演示 我们现在的这种分享也是以这个这两个地市的迁移为例的 好的说完客户的一个数据库的使用的大体的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来选择升级迁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那回顾一下客户的这种数据库的一个现状 那不难看出客户的数据库已经按照它的地市 已经划分成六大区域中心 每个区域中心是一个ARK的数据库 REC的数据库 那这些数据库里面 每个区域中心里面 又按照不同的地市 划分成了不同的那个schema 做了逻辑上的隔离 那我们做的迁移方案 基本上是按照schema的方式去做数据的一个同步 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schema 将原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迁移到目标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那这是我们选择升级方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甲方客户这边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升级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包括第一个是说我们整个的方案要快速可靠 因为本身客户的停机时间本的就已经非常的有限 我们需要在一个晚上大概是10点钟开始 晚上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6点钟左右 将这个所有的升级迁移包括整个应用的重启 给解决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说我们前后的数据要保持高度的一致 也就是说不能说我们前后数据是有偏差的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第三个是我们事后 事后的事后的整个数据库稳定 必须是稳定高效的 不能说我们升级完以后整个数据库的性能下降一大截 出现的巨大的这种性能的抖动 这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整个的一个甲方对什么升级迁移也提出了这他自己的一个要求 所以整个数据库升级的迁移其实要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 那首先其实是说对于这种硬件层面 硬件层面的各种的系统 我们会有一些要求 那对于升级完了以后整个用户的体验 我们要做完整的系统具体的一个测试 我们要保证升级以后 整个应用系统的性能是没有大的变化的 那第三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库 由于它的那个停机时间非常的短暂 涉及到大量的这种操作 那这种操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也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地方 那第四个当然是我们的数据了 那这个数据是否迁移前后是否是一致的 能不能够保障它升级前后的高度的这种一致性 这是对我们提出来的各项的不同的挑战 所以整个税库升级迁移 其实是面是一个涉及到面广 还有复杂繁俗的一个工程 那有很大的收益 当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和风险 这是我们在做这种工程里面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在实践中 我们常见的数据库的升级迁移的方案有哪些呢 那最简单的可能是我们的Data Pump的工具 那我们使用Data Pump的工具 从原数据库里面将我们的数据漏出来 压缩成文件或者用DB Link的方式 直接在那边在目标数据库给灌进去 那它的整个的一个数据非常的安全稳定 当然这个前提是在我们目标端 我们原端这边已经没有任何数据库写入 也就是处于数据库进货的情况下 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案 那另外一种可以考虑的方案 其实是Amender备份恢复 我们将原库的Amender备份集 在目标数据库里面进行恢复 并且不断的将这些规档日制在那边进行完整的恢复 来解决这种数据同步的一些问题 那Amender的数据库恢复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案 那第三个可能更为自动化一点的方案 是用DataCAD自动的同步了 那我们在原端和目标端打起DataCAD这种数据同步 那在迁移完了 迁移做的迁移工程的情况下 我们断开DataCAD同步 将目标的数据库升级为生产环境 那这时候我们就完成了整个数据库的迁移和同步 这是另外一种我们可以考虑的方案 那第四种我们用的也比较多的是GOTENGATE 那其实本次的迁移的实施 我们就是用GOTENGATE这种工具来实现的 那它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是一个逻辑的同步 那可以保证说 这个异构的这种平台下的整个数据的一个同步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保证一个数据的一致性 把它数据我们对齐了以后把同步断开 那就能保证这两个数据是一致的 第四种是GOTENGATE的方案 那也有一些情况下 那我们采用XTTS这种方式 Transport Tablespace这种方式 将数据首先传输到目标端 通过原数据这种Data Pump的一些工具 把原数据导入 再保持这样的Tablespace之间的这种同步 这也是我们可以考虑这种方案 那我们针对这些不同的一些方案 经过详细的设计 那其实这里面会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我们数据库软件 其实是有改变的 那从11G 直接跨个N个版本 然后到了19C 第二个是整个数据库的平台 也发生了变化 那从我们的小机平台 迁移到我们的X86平台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字节大小的 也变换的一些问题 那第三个是说整个操作系统 原来也是发生了大的变化 原来是一个AIX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目标 我们现在的目标的操作系统是一个Linux 所以这里面也会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那这种字字节序的变化 还有这种平台的变化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升级的这种方案 那我们将这些方案一一测试以后 做了如下的这种对比 那我们采取我们迁移的这种对比的测试 是以10TB的数据为例的 这种测试一个10TB的数据 那以RMAN为例整个业务的中断会非常的长 因为涉及到大量的这种数据的备份 恢复的一些动作 以及它不能说跨平台 跨版本的去做这种RMAN的备份和恢复 那所以RMAN这种方案在第一时间就被否决了 那第二个是DataGuard的方案 DataGuard的方案其实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是它不能跨平台 跨版本的去做这种DataGuard的方案 那除非第一开始我们就将原数据库升级为一个 19C的一个数据库 但是在升级操作之前 其实我们是不能干这种事情 那这种方案其实也被否决了 那第三个方案是DataGuard的方案 DataGuard的方案有完整的这种跨平台 跨版本的这种能力 以及它的数据类型比较很强 也OK 数据类型也不受各种的限制 但是它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是说整个业务中断时长会过长 那它需要大概72个小时的时长去保证这种数据的 数据的一致 因为首先DataPump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说 它要保证这种原数据库的这种无限的这种静默 在静默的情况下 你才能保证这种数据的一致 那这时候就会带来大量的这种停机时间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种场景底下 BetaPump并不合适 那第三个是第四个测试 我们测试的方案是GoldenGate 那也是我们最后采用的这种方案 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迁移操作之前 就可以将这种数据做完整的同步 并且在业务中断的时候 我们可以花大概30分钟到一小时时间 把它数据做对评 做这种击合以后 就可以把这它的同步链路给停掉 那它的一个很一个比较不足的地方是说 数据一致性可能相对来说 由于它是个逻辑的逻辑的同步 可能数据一致性相对要弱 那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一个操作 去保证这些数据的一致性 另外它们一些数据类型可能有一些受限 但经过我们的排查 其实这一面的数据类型我们其实并没有用到 那最后一种方案是XTTS的方式 但它的业务中断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具体为什么我们没有XTTS 原因主要是说 我们如果采用它XTTS的方式 例如我们按照整个Tablespace的方式 去做这种同步的情况下 那我们会有多余的数据被同步到目标端 那在这种多余的数据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能还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种数据清理的动作 那在做这种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复杂度 那增加我们操作复杂度 那增加我们操作的步骤 增加我们操作的时长 那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风险的控制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最终最终经过测试以后 采取的是Gordengate这种模式去做这种数据的牵移 那所以我们最终采取的是Gordengate的这种方式 对这种数据将这种数据从生产端 然后同步到我们的目标端 那Gordengate本身是一种基于日志的这种表集的 数据逻辑的这种复制的技术和工具 它的大体的一个原理其实是通过一个Capture的进程 通过这种日志来捕获这种数据的变化 并且通过网络将这些数据的变化传输到目标端 由Devira进程将这些数据的变化 重新写到我们的目标数据库里面 那它整个的一个部署架构会非常的灵活 那它可以针对不同的数据表 启动不同的这种数据的通路 并且它的整个的实时性非常的好 基本上能够实现这种数据的秒级的这种数据的同步 并且它们可以实现整个的 两个数据库之间的数据的双活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数据库的数据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查询用途的 这些都没问题 OK 对于这种Todengate的这些特点 其实我们会将这些数据库 Todengate用在了以下这种不同的这种场景底下 那包括了这种数据库的溶灾 特别是我们可以将特定的一些数据 从生产数据库里面把它抽离出来 形成这种应急系统 可能只有部分的数据会同步到目标端这边 那这些数据作为一些核心的业务的应急去做响应 这是一个他们在溶灾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场景 那另外一个可以用在这种数据整合和交换的过程里面 那不同的系统之间的数据 我们通过Todengate去做实时的同步 包括了从我们的生产库实时同步到我们大数据平台 那在12c以后 其实是Todengate是可以支持这种大数据平台的这种apply 并且可以支持流逝的这种计算 通过这种卡夫卡的这种方式 去将这些数据推送到我们的消息通步里面 第三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这次主要使用的是做他们的数据迁移 新系统之间的数据迁移 来保证这种实时的这种数据的一些同步 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客户那里 Todengate使用的主要的几个场景 那Todengate在我们做数据库正级迁移的时候 它有什么优势呢 那首先提示是它是可以做提前传输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大概7天 我们一般的工程里面我们都是提前大概7天左右 将这些数据已经同步到这种目标目标端 并且我们通过这种数据库的通路的一个设置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的Capture竞争和Deliver竞争 去共同去协助将这些数据保持高度的一致 保持10秒级的这种同步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另外一个它是一个逻辑同步的一个过程 那逻辑同步就可以它就可以绕开很多 操作系统和输出版本之间差异的这种限制 例如说我们这次的这种平台 从IBM的小机迁移到X86的平台 并且我们从11G也同步升级到49C 那这时候它由于它是一个逻辑同步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可以绕开这些操作系统 数据库版本之间的这种差异 那第三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操作非常简单 那同步完以后我们只需要确认这个同步同步进程的状态 就可以确认它是否已经是追平 追平了以后我们通过这种同步操作断开 就可以实现这种数据的迁移 那整个操作的停机时长可以控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 非常的简单 那第四个是主要是我们本身技术团队里面对这种Golden Gate的技术 也有很深的人研究 那包括了这种各种的工具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一些积累 所以这个整个的技术可控性会比较强 这是我们做选择Golden Gate做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所在 那在Golden Gate升级迁移的这种过程里面也需要克服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是肯定是靠性 因为Golden Gate本身是一种逻辑同步的一种方式 那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特定的一些错误 会导致这种数据一致性的一些问题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实现这种扬长臂短 我们要不断的去监控我们现在这些同步的一些过程 包括我们提前做一些数据的击合 我们通过一些工具去监控它的同步的一致性 它同步的实验等等等等 那通过这种充分的验证测试以及加上实时的检查 去把它的可靠性去提升到可以接受的一个层面 那另外一个它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不能理解它为一个机差机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要根据这些软件的一些特点呢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调整优化 那保证我们升级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还会做提前提前的这种初始化 那这样的初始化里面的风险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在升级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克服的一个点 好的那既然选用了这种Golden Gate的方案 那我们在整个实施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注意的一些要点是在什么地方 那下面我主要是讲一下 我们在实施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实施的要点 那整个的数据库的升级迁移的步骤 实际步骤我们大致会化成五个大的阶段 那这五个大的阶段里面 那会有一个连贯的一些过程 那首先第一个阶段是说我们前期的准备 包括我们Golden Gate软件的安装 数据库的初始化配置 以及很重要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 同步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梳理 以及这个各种的数据库同步通路的这种 同步通道的这种规划 那可以说这个前期准备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几乎能够决定我们整个的一个迁移过程的一个成败 那有了这些前期准备以后 这些前期的规划以后 那第二步我们要做的是整个数据和初始化 那这个步骤一般会在我们整个项目实施的一个 或者迁移工程的 启动的前七天开始做这种数据的数式化 我们按不同的数据不同的表 按照它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去做这种数据导出导入 并且通过Golden Gate来保证它的整个的一个数据的同步 这是我们在数式化这个层面要做的事情 那数据数式化完以后 那离更正式的隔阶的时间点可能还有几天 那这时候我们做什么 很重要的第三步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做这种同步的优化 我们在实时的去监控这种数据的同步 并且去优化这种数据同步 不断的去调整我们出现可能可能出现一些数据食言 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同步可能当掉了 或者说我们不能保证它的数据一致性的情况下 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点及时去查读补缺 去保证这种数据同步的一些过程是OK 完整的 那在第四阶段 这是这正是我们的数据启动的一个过程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是包括了整个的 原数据库的一个关闭 那保持它的整个数据库的一个静默 那这时候确认完以后 我们可以做整个数据的同步的停止 并且很重要的我们要做数据的集合 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整个的逻辑同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说我们的数据一致性 其实是有一定有一定风险的 那在数据停止 割接这个过程中 在数据库停止同步的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做的是整个数据的集合 然后保证整个数据是完整且一致的 这是我们的数据割接里面 非常非常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 那第五个步骤就是我们割接数据割接完了 确认了OK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开发那边 去修改它的应用的配置 并且做相应的一些应用的启动 应用的这种测试等等 那最终开放我们的应用 整个迁移的过程里面 其实第四第五步是割接当天需要做的事情 那前面其实都是一些对数据 迁移的一些准备的一个动作 那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阶段 是我们整个前期准备的一些过程 那前期准备 其实我们重点是要做的这几样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这种补丁的分析 包括我们数据库的验证的测试 我们的业务的梳理 以及我们同步的规划 那这一个步骤其实是这个阶段的动作 其实是我们整个数据库升级 迁移项目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证 增级前后为了保证这种系统的这种性能或者高效 那通常我们会对这种信息数据库 进行有效的这种测试 包括了对于这种SPA数据库性能的这种分析 以及我们会引入IT这种工具 这种真实负载的这种存放 那在这几种测试之后 那我们还会搭建相应的测试盘 进行人工的这种数据库的压力的验证 特别是这种关键业务流程的回归 以及可能他们电信运营商那边会组织真实的这种业务场景 进行这种验证的测试 那这种提前的测试 会有效的去提高这种数据库升级以后这种抗风险的这种能力 在进行升级之前 会对这种数据库的这种各种的功能性能 我们进行一次完整的严格的这种测试 去保证说它上线后 不会因为这种税库版本的升级 导致这种性能下降 还有这种各种功能上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在上线之前 必须要做的这种验证的一个测试 经过了完整的业务验证以后 那我们回归到我们整个数据迁移的一个线条 那我们在做这种数据迁移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 我们往往是要说做整个业务数据的一个梳理 排除掉一些非必要的同步的一些数据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对整个我们需要同步的这种数据 那刚才其实在前面你们也提到了 我们现在同步的数据 其实是按照schema 会逻辑划分到若干的schema底下 那这里面每个schema底下 其实我们也还是要做完整的数据的梳理 那排除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用的一些表 例如说可能一些日制的表 一些可能废弃掉 由于长期时间已经废弃掉了一些表 那这些表其实我们也必要同步到目标端去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针对这些表的属性 以及数据类型进行分析 确认它有没有我们现在golden gate 我们由于采用golden gate的方案 那可能它有一些我们不支持 或者应用有限制的一些数据类型 或者一些表的一些属性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些东西给分析出来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种使用的golden gate 这种模式 那第三个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点 是一个日制量 那我们平均每分钟的这种日制量 那能不能及时的同步到目标端去 这个网络能不能开销 能不能接受 另外还有一些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表 包括它的外部表临时表 还有lob字段的这些大表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一开始就要做考量的 另外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点 是说可能我们一些没有组件的表 没有组件的表对于这种golden gate 这种逻辑复制的情况下 它的效率会非常的低 那建议我们可以把它排除掉 或者说我们在做之前把它的组件给键上 那第二个是这种DDL的变更 我们通常一般不会将DDL的变更 直接同步到目标端去 那这时候如果有DDL的变更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好监控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数据同步 另外还有一些触发器 那出发器会影响到我们数据同步的效率 这也是我们整个做这种业务梳理 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点 那做完这种数据库的梳理以后 那下一步我们会对整个数据库的同步进行 规划有效的规划 特别是golden gate 这部分数据同步进行有效的规划 那总体的一个初步的规划的一点要点 是在左边这幅表里面 那包括了整个数据库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我们的数据库的属性 包括我们 SprimeMental Log以及False Log 各种的属性的设置 以及很关键的 我们数据硅档是否是打开的 我们要确认一下整个数据硅档是已经打开的 并且我们确认整个数据硅档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我们会新建一个专门用作数据库同步的一个golden gate 的一个账号专门去处理相关的一些动作 并且我们会确认整个数据库的一个架构 它有没有一个备份的环境 有没有一个ADG融灾的环境 那这些其实都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日志挖掘 特别是这种golden gate日志挖掘的情况 在哪里去做 去做实施的一个过程 那做完这些以后 我们还会做一个根据我们的主机的状态 还有网络的情况 我们会对这些我们需要同步的这些表 我们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规划 那我们基本的采取这个原则是说我们的小表 一些小表我们变化量那么大的一些表 我们会抱团把它生成到一个数据同步的通路里面去 并且将一些大表 当一些可能变化量比较大的表 一些操作的比较频繁的一些表 我们会单独每个表会生成一个自己单独的一个通路 那这样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是说我们如果出现在一些异常的情况下 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出现在一些情况 特定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的数据不一致了 我们只需要说去找到这些不一致的点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可能在某特定的某个表里面 如果这个表是一个大表的情况下 那我们只需要重新初始化这个通路的数据就好了 其他的数据可能没有受到影响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做重新的初始化通路 那如果不是按照这种规划 我们都把它划到一个同步通路的情况下 那第一个有可能说我们的年时会比较大比较厉害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种异常的情况底下 那我们整个就要有很有可能 我们就要做全部数据的初始化 所以我们采取的一般的这种规划策略是小表抱图案 大表我们分开不同的通路去做这种数据的同步 Google gate同步去做这种Google gate同步 那这是我们在一开始要做好的整个的一个数据的同步 一些规划的一些要点 那根据前面的这种数据书 处理规划完以后 那我们要根据这些规划的一些实践 我们规划的一些东西去做整个的数据初始化 那这一个步骤通常而言 我们如果整个的工程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会提前7天开始正式割接前7天开始着手 那一般的比较小的割接的工程 我们会在割接前3到5天开始着手这种数据户的这种初始化 那提前将这些数据迁移到圆端 保证这种圆和目标的数据的实时的同步 那我们整个的过程会分为也是会分为5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会确认整个刚才所说的整个规划 以及我们整个同步的范围 那第二步我们会安装配置好我们的golden gate 那第三步我们会将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这种 刚才所说的规划的拆分以后 我们会将这些策略按照一个一个表去做这种数据的同步 同步之前我们会清理好各种的尝试物 以及发起这种数据导出的这种设置 那一般而言我们会采取DataPump的方式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也操作比较熟熟练 所以我们还要采取DataPump的方式 去做这种数据的初始化 那在圆端将这些数据DataPump 通过DataPump来导出 在目标当中进行导入 那在导入完以后 那键上各种的锁引 收集好统计的策略以后 我们会发起这种golden gate复制的这种策略 将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复制 那这复制完以后 我们会重新去检查一下 整个的一个数据的一致性 以保证这些数据的初始化 是完整以及确认的 那初始完这些数据以后 那我们下一步做的 主要是这种数据同步的这种优化 那我们会配合 我们会做这种通过我们的工具 通过我们的可能各种的 这种实施的人员去监控 我们这种同步的这种状态 包括进程的状态 我们各个数据同步通路之间的这种实验 以及数据库的这种各种开销 以保证说第一 我们的数据是同步的 第二我们不会对整个原生产系统 带来很多很多的额外的这种影响 并且在这种实现的 在这种监控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点 我们需要做优化的 例如说可能个别的一些进程 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这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 同步的一些策略的调整 例如说我们可以拆分一些进程 原来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通路里面 有一些通道里面整个的表会比较多 它的操作日质量比较多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 这种拆分的动作 将一个进程可能拆分两个进程去做实现 然后去做这种同步的优化 那在同步过程里面 我们在这种优化的同步的过程 监控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会做的是整个数据的集合 这是无论在前中后 其实我们都会做的一些动作 那保最大的程度上去 在不同的时间点去集合 我们这种各种的数据的一致性 包括我们的数据的一致 结构的一致等等 那通过这些不同的一点 去持续去保证我们整个的圆端 跟目标端的数据的高度的一致 那在数据搁结启动的当晚 那我们整个的一个追求 其实是追求整个的一个操作 和数据的准确性 那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来保证这些点 第一个首先我们会将整个数据库 进入静默的模式 那包括我们会关闭很多 所有的这种应用系统 以及关闭所有的数据库的监听 锁定各种无关的 这种数据库的账号 清理相关的连接等等 通过这些操作去保证我们的数据库 没有任何的数据改动会做 那第二个是在这个基础上 在数据库进默的基础上 我们会再次确认这种 golden gate的这种状态 确认它两个我们的圆端和目标端 整个的数据是同步的 包括它的整个队列的一个情况 数据库彰化的情况 以及各种golden gate的检查点表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会做一次的完整的确认 那在确认这种状态是OK 我们数据都是同步的情况下 我们会进一步停止 golden gate的一些同步的动作 包括我们重建会重建相应的锁引等等 那在这是在golden gate同步停下来以后 我们会对这种进程进行有效的一些处理 那对于这种golden gate停下来以后 我们还会做一轮整个的对于关键表 对于我们的一些关键表 我们会再去做这种数据的集合 所以质量的集合 包括这种数据一致性的一些集合 以及数据结构的一些集合 来保证这种数据前后 元库跟目标库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数据 质量是一致高度一致的 并且在这个数据集合的过程中 我们还因应这个过程 因为前面的架构图 大家可能也了解到 我们会有大量的golden gate sorry times 10的这种集群 内存库的集群 那我们会在数据集合这个过程中 并且将这个golden gate的这种 quage core 也就是说我们要将一部分的数据 从我们的目标库 重新加在我们的tta的times 10的区库里面 并且保证它的整个的数据的一致同步 那这是我们要在去隔接当晚要做的很重要的几个事情 那在整个隔接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说我们要控制所有的这种操作的这种风险 那我们提出的一个点是说我们在正式隔接的时候 我们都只是数据的搬运工 我们有权利去做各种其他的额外的操作 那我们如何去保证这一点 我们会设计出我们相应的challis 左边这个表格其实就是我们challis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这个challis会将我们整个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操作过程 通过一个脚本的方式去做细化 那我们细化的力度是说我们所有的这种操作 我们必须是保证它能够在一个指令里面 或者一个脚本里面去完成的一些动作 那我们会把它细化到这样一个操作的力度 那每个所有的这种操作力度 我们所有的这操作点每一条指令我们都会责任到人 并且我们会有double check的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审核人的这种机制 那审核人去会对这种执行人执行的结果 进行二次的确认去做复合 那所有的这些执行也好审核也好 都会在这些我们的challis里面留下他们的签向他的名 并且记录各所有的这种操作时间和操作的状态 那这里面的challis 我们无论在正式隔接还是之前的预言 或者说我们之前测试里面都会是按照这个步骤去做实现 那在这里面就会做很多的这种优化 会会我们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复盘优化的一些过程 我们每一次测试每一次隔接 我们都会针对这个challis进行完整的一个操作的复盘 哪一个步骤超时了 每一个步骤出现的异常 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一的去做记录 持续不断的去迭代去优化我们整个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以保证说我们整个的一个操作是高效且稳定的 那在隔接前头除了这种操作的一致操作的这种风险以外 那我们还需要去解决的是这种数据的一致的风险 那我们会针我们针对这种数据的风险 我们会分开不同的一个阶段去做不同的数据的击合的过程 那在第一阶段我们会提前两天做整个的数据的全量的这种数据的教验 就这个教验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程序 我们已经开发了相应的程序去做相应的教验 它的原理大致是我们会将每一条记录 每一行每一条记录根据它的主件值 每个表每个主件值 我们会对于这行记录 我们会生成一个MD5的值 那通过这个前两个数据库之间 MD5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对比 我们就能快速的去判断 这两个数据库相应的这个表 这相应的这条记录有没有差异 那第二个是说这种记录 这MD5的变化也会体现了这种数据变更的这种过程 那第二这通过第一个阶段 我们通过提前两天我们会做全量的这种数据教验 我们通过程序去做这种全量的教验 那在上线前一天我们就会做静态的数据的教验 也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没那么变化 没那么快的一些一些数据 我们就会在提前一天做这种全量的教验 那在割接当晚我们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核心的动态的数据的教验 我们割接当晚会给出完整的这种数据割接前后的教验的报告 以保证说我们能够拍胸脯跟客户说咱们的数据其实是一致的 那通过我们的程序我们已经开发出相应的一些数据质量的教验的一些工具 去实现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教验的一些过程 好那前面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割接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其实一些实施的要点 那我们在这里面对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进行一次完整的一个小节 那我们整个的GOLDEN通过GOLDEN GATE来实现这种数据库的升级前移 其实我们会总结出一些要点出来 那首先第一个点是说良好的前期准备是整个项目成功的一半 那在之前我们在前期准备里面我们会做大量的这种数据的梳理 前期的这种测试验证的一些过程 这些前期的准备其实真的是很好去保证说 我们第一是我们割接完以后这个系统的这种性能是否是能入如初的 第二是我们整个数据的割接的准备也会是我们整个的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OK那在这种保障以后那我们再做数据数据化 并且我们另外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监控 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监控和优化我们各种数据库的通路 同步的通通道 那即时发现这些数据库同步通道之间的问题 那如果有一个大量的数据延时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做一些拆分 我们做一些优化去保证这种数据的前后的实时同步的一个过程 那第三个是我们在隔接操作这个过程里面 那隔接操作里面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数据 数据操作的这种简单化 那尤其是double check的双人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些其实都是很好去控制所有操作处理的一些风险的一些过程 那第四个我们总结出来是说根据lone gate 由于它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复制 所以必然会导致一些一致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分三个阶段持续的去监控这些数据的一致性 通过三阶段的这种数据的集合去保障我们数据前后的高度一致 那第五个那这些数据的迁移其实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那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谨慎谨慎还是谨慎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全部分享的关于用garden gate进行 从11G到19C的整个迁移的一个实施的一个全过程 那其实我们是通过三次的方式将整个的区域中心的一个完整的奥口的数据库 从11G升级到19C的 那后续其实我们也面临这些问题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特别量 特别大的一些一些地势的时候我们还会针对这些客户的一些特点 或者说系统一些数据的一些特点进行这种方案上的一些调整 那后续我们在做完这些迁移以后我们还会向大家继续去共分享我们的一些分升级方面的一些经验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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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